接下來我要介紹編號清單的功能 編號清單的功能其實就是有階層的文件 有時候我們常常要寫有些時候會有一個像這樣編號的東西 這是有三個階 有1 2 3 這3下面還有一個AVC 3個點 C下面還有1 小1小2的這兩個點 那怎麼製作呢 其實很簡單 首先我們就看看這邊 這邊有個叫編號清單的按鈕 假設譬如我現在想寫說我最喜歡的小說 假設第一本是譬如說 神通情人夢 神通情人夢 第二本是 我是小飛翔 這樣就沒有階層了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兩個框起來之後呢 點一下這個編號清單 點一下 應該就有階層了 我們來寫第三本 第三本可能是說 超人 這樣是三本 那你看我如果在這邊我想在神通情人夢後面再加兩個解釋 然後可以把它按一下 再一次喔 我們先按一下 Enter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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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按一下Tab鍵 記得Enter鍵加Tab鍵之後呢 然後就向後退縮一格 退縮一格 你看看出一個小A 可以這時候說 我最喜歡的 乳 是 blahblahblah 那裡面的主角 有 誰誰誰 這樣就有兩個說明 那如果说我想在这个我是小飞侠后面加两个小点的话 也是要先按一个enter去向下退一行 退一行之后你看现在数字是3 可是我按一个tab键之后呢 它就向后退变成A 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产生很多阶层 因为假设这主角后面会想再加 它的另外一个细项 比如我按一个enter 按一个tab键 我去看一下有张3 有李4 这样就可以分出来有阶层的样子 当然解释上会比较简单一点 以上这就是编号清单的应用 可以做出一个有阶层的文件